天真化学速成酱油的冲击 云零七十年的老酱厂 依然遵循古法日晒 坚持天然发酵的甘醇香 拿下风味首相 游玩世界让传统冷鸭汁油受到重视 家庭主妇土匪文决定创业漫游 坚持低温冷鸭现炸 保留了芝麻油的风味和营养 经常帮同事代购牛嘎饼 受到伤心的秋树人 如何在创业初期 游然坚持梦想 靠着牛嘎饼闯出知名度 请锁定本周日的台湾真善美